第一课 课文 中学生的一天 今天是园林中学的开学日 也是青青第一天上中学 青青早上到学校 就去指导老师的教室报道 老师发给每个报道的学生 一本奖一家 里面有课程表和学校的一些规则 老师特别提醒大家三件事 一 每节课都要换教室 注意不要迟导 二 每节课都有固定的座位 注意不要做错位置 三 每个人有固定的置物柜 但是贵重的东西不要带来学校 医务等放进置物柜以后 要记得用号码锁锁好 今天青青上了六节课 其中英文 数学 科学 世界历史和体育 是必修课 另外一节是选修课 青青喜欢写作 所以他选的是校码 放学了 妈妈来接青青 顺便送陈文回家 陈文是新认识的同学 住在青青家附近 妈妈问 你们好吗 今天过得怎么样 陈文说 每节课的教室不同 同学也有不同 我交到许多新朋友 很开心 青青说 每位老师都发给我们 教学进度表 并且说明课程和作业的内容 中学和小学真的不一样 我喜欢当中学生